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骰子戰爭喔 那上一次基本上跟大家講呢 就是哲平開始爬我們的PVP之後呢 哲平是打到了我們1962杯了喔 那也快要到我們第二格 可以拿我們傳說骰子的這個... 地步了啦 那在中途的話 哲平之前是有連勝到15場 不過後來是被終止了 因為後來到後期的差不多2000杯 到我們1800杯之間的話 就還滿多人有那個... 生長骰子喔 那生長子的話真的是比較難打一點點 因為基本上他會讓他們骰子就變得比較高薪 所以會比較尷尬喔 那後來的話哲平就是有跟一個 就是入魂對打的時候發現 喔 他用這套隊伍好像還不錯 那主要來說帶上的是小丑 然後我們這個... 橘色的這個雷電骰子喔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這個... 被改造的電流骰子 這個的話基本上再加上我們颱風骰子 還有我們祭瓶骰子 再加上我們召喚骰子的話 感覺效果好像還不錯喔 那目前來說1962杯 如果這一場贏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寶劍的加持嘛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廣告 如果這樣贏的話應該是可以到我們2000杯 就可以再看一下我們下一個傳說骰子是甚麼喔 雖然是基本上我們是開到了一個 核爆骰子嘛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今天如果順利贏過去的話 看一下會猜到甚麼東西 來打一場給大家看喔 那後面來說的話其實真的還蠻恐怖的 而且對面還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我們殺手骰子啊 或是一些比較恐怖的骰子 他會讓你降階或是甚麼樣子 所以其實打起來真的還算是蠻緊張的喔 大家就可以來打一下我們PVP模式囉 好 那我們就來用這套隊伍來打打看 希望是可以獲勝喔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是有廣告加持的 哇 對面也是三個傳說骰子的樣子喔 所以這邊應該也不好惹 好 這邊 哇 殺手骰子 哇 這個尷尬了 因為殺手骰子他就會一直扣你的那個心啦 所以會 你們喔 他會把你那個骰子殺掉有沒有 就很麻煩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他如果沒有那個 召喚骰子的話 不是 那甚麼生長骰子的話 我基本上覺得是還好喔 但是他那個殺手骰子我也覺得蠻尷尬的喔 但有時候殺手骰子的話反而是幫助我們欸 因為有時候我們東西的心急還.. 哇 太強了吧 一直在那邊扣 所以殺手骰子基本上在我們打PVP模式來說的話 也算是蠻厲害的一個骰子喔 因為他可以一直讓你的那個敵人的骰子 就是一直降階 降到沒有 那一階的心急的話 就是剛剛一樣我們那個骰子會直接被毀掉 所以算是蠻麻煩的一個骰子存在 然後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升起來喔 反正要克制那種東西的話就跟我們之前就是 哇 又又扣 又扣 不要再扣了 太扯了喔 不要一直扣啊 哇 完了 一直被殺 一直被殺 看來他的運氣也是比較好一點點的喔 哇 這個可能是一場應戰了 這場打贏的話我們應該就有機會可以 哇 一直在殺我的骰子 好恐怖喔 面對這種骰子的話 你可能就是盡量要繼續撐場啦 就一直要把你的場面鋪起來 這樣他殺的骰子才不會殺的那麽可怕這樣子喔 那他裡面其實跟我的陣容也算是差不多的啦 所以就是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跟他一起拚喔 我們這一次比較 欸 提構是一模一樣的耶 只是他帶了那個殺手骰子 然後我們賽的是那個小丑森生長喔 所以要看一下到時候大家 誰最後比較好運一點點 希望是我們喔 拜託 啊 不要再殺了 這次開場一直狂殺耶 我之前碰到殺手骰子 就沒有看到看到他這麽好運的 一直狂殺的耶 他這邊真的是還蠻好運的 一直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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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我們骰子殺掉 讓我們沒辦法再合上去這樣喔 蠻尷尬的 哇 那他陣容差不多跟我一樣就是 主要一個就是 颱風骰子跟電流骰子 在兩個就是 相輔相乘啦 所以到時候拚的就是看誰比較好運這樣子喔 希望是我們比較好運啦 呃 好慘喔 其實這兩個這樣搭起來的話 其實還算是蠻搭的 然後再來就是祭瓶骰子可以撐那個 我們就是整體的那個 XP量喔 還算是不錯 好 居然是我們這隻的話 我們就盡量把他們合高一點點 有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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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粉了 又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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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尷尬了 尷尬了 我們感覺 欸 打音 好險 好險 哇 尷尬 而且他這邊剛好又有一個骰子可以直接殺我喔 又殺 又殺 又殺了 太會殺了吧 別再殺啦 再殺下去我們要沒骰子啦 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就盡可能了喔 目前來說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們整體來說應該會比較 吃香一點點 因為我們這邊星級稍微比較高喔 可以先把我們一些骰子先合起來 反正這遊戲的PVP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要拼到 比別人就是久一點點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套陣型的話我覺得還算是蠻OK 不過我還是比較想要抽到那個 身上骰子 因為身上骰子這邊的話 真的是可以幫助我們做很多事情喔 比如說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把我們星級升起來 喔 好緊張喔 我第一次被殺都那麼慘欸 這殺手骰子真的是很噁心 瘋狂殺有沒有 剛剛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但目前來說感覺我們應該是稍微比較穩定一點點喔 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就撐到比他厲害就可以了 加油 加油 我們可以行的 加油 現在我們兩個等級都差不多啦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 到最後誰可以撐比較久 哇 這大隻的 我們待會的話一樣就先把那個升起來喔 但其實像他這麼少骰子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那個空間可以去殺人啦 因為像他要再用一點那個升級 來用我們這些骰子的話 就會花很多的錢這樣子喔 看來我們目前來說 應該比較稍微穩定一點點 希望加油 我們要贏 幹爆殺手骰子 有機會喔 你看他這樣慌了 他慌了 太好了 他慌了 nice nice 直接加88 直接到2000杯 好緊張喔 所以其實基本上 就是你們看到對面的陣型的話 基本上先不要害怕 因為你害怕的話很有可能就直接輸掉了這樣子喔 沒有問題喔 好緊張喔 真的是很緊張 好 那我們想說我們打贏之後是2050杯啦 我們就可以再開一下這個 第二個那個 上一次開的是燃燒寶箱嘛 這一次開的是我們死亡寶箱 來看一下裡面會有什麼 希望是可以拿到 拜託 讓我能夠生長的 傳說骰子 我救救你了 不要和爆喔 也不要重複的 好 死亡骰子 再來是什麼 拜託 生長吧 生長 地獄骰子感覺好像也不錯 但是地獄骰子的話 它是一個就是 讓周圍的東西都變成那個 立刻即死的效果啦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比較偏輔佐類型的骰子 哇 這個不知道好不好用欸 我們可以先把它 跟我們這個合在一起看一下 這樣打起來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可惜喔 我怎麼跟生長骰子那麼無緣啊 我們來用一下這個地獄骰子好了 感覺應該也蠻嗨的 因為它會讓你周圍的骰子 就是打出去攻擊 有機會變成那個即死的效果 所以還算是蠻不錯的喔 然後這邊來看看 其實剛剛那個電流骰子那些的話就很棒了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我們電流骰子這樣子 好 有了 我們這邊的話就盡量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進去合成 合起來 加油 反正它就類似是一個輔佐的東西啦 所以如果能夠就是 讓它消滅一些東西的話就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電流的話應該會比較好 你看對面都有那個 生長骰子有沒有 生長骰子最厲害的就是 它過一段時間它就會變成就是 二星的下一個星級的隨便一個骰子 所以像我們拿到太陽啊 或是用手槍那些的話 都可以就是 用我們這個就是 那個生長骰子直接 疊起來喔 會很不錯 很可惜啦 很可惜我們抽到的是這個 死亡骰子 不過也還行喔 感覺打一些陣容來說的話 應該也還算是不錯的 這個死亡骰子 就慢慢把它疊起來這樣子 然後繼續生一下我們這個颱風骰子 因為像我們目前來說不是有抽到就是太陽嗎 然後還有元素啊 再加上我們的手槍 這些都是必須就是 把它生到很高星的地方的東西啦 所以 就是用我們生長骰子 或是一些能夠自己 把它們生起來的骰子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可惜喔 沒關係 我們再繼續努力 有招一次一定會給我們抽到的啦 大家也不用緊張 一定有我們那天的時候的 加油 加油 這邊感覺這個即死好像也沒有說那麽好處罰欸 雖然我們這邊 就是讓他周圍都變成有這個即死效果 但感覺我們這樣感覺應該也還算是不錯啦 至少有一些效果這樣子 待會我們就是把颱風升起來也升一下這個好了 看他的即死機率會不會提高 有的話應該就更不錯了 然後這一次對面的話 他是只有那個就是生長骰子 所以目前來說應該還算還好 他不要有那個殺手就好了 剛剛真的是從頭被殺到尾 真的很噁心喔 好 這邊再加一下颱風 沒有問題喔 這場我們應該也蠻OK的 因為這邊他太陽啦 太陽真的是比較小尷尬 呃 要開變了要開變了 要開變了 好 變一發然後過來 然後繼續換換換把他們換起來 這邊先疊先疊 然後待會還會有 好 這個 這換成這樣蠻好的 蠻好的欸 這邊再合 合上來是這個 那我們就 繼續把他們用起來 兩個合起來 然後繼續合 繼續合 先把他們全部都變颱風 這個變這個 然後這個合上來 直接的變五星的這個 哇 尷尬 五星的這個骰子就有點尷尬了 但感覺即死的效果好像也有比較 比較出現的感覺喔 都好像一直有在 殺的樣子 好像還OK 然後我們就繼續把他疊起來 不知道那個聲音是不是我即死的聲音 好像是欸 所以這樣 打起來好像也是蠻舒服的齁 加油 升起來 來 我看來他們的 他的陣容好像比較OK喔 我們這邊感覺有點平弱了 各位 是真的有點平弱了 不太好了 不太好了 加油 穩定住穩定住 我們行了 我們能行 定住定住 我們能行了 即死起來 大致的好像就即死不了了啦 所以就 哇 完了完了完了 不要亂玩有沒有 果然還是 被改造的電骰子好像比較 比較好用一點點 這邊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這邊 往上提 然後 哇 尷尬 這邊 合到不好合的東西了 哇 尷尬尷尬 快合起來 快合起來 哈 完了完了 都合成這種的 尷尬了 要輸了 哇 可惜啦 所以這邊感覺好像被改造的電骰 會比較好一年 這個 即死的這個骰子的話 可能去打鞋頭那些會比較OK 這個再慢慢研究一下喔 好 那今天哲平的話 基本上打到的是我們的2050盃啦 然後順利開啟我們第二個這個 死亡骰子箱喔 然後基本上是取得了我們那個就是 必殺攻擊的這個 這個骷髏骰子喔 這叫甚麼 地獄骰子啦 基本上 我覺得打鞋頭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之後可能再來看一下 拍一下鞋頭的影片 來跟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地獄骰子喔 那目前來說這還蠻推薦就是 這個有 對面的啦 有一些敵人他們用的這個方法 就是 被改造的電骰子 再加上颱風骰子 這整個陣型的話 讓哲平打到我們2000多倍的 所以我覺得還算蠻OK的 那近期的話還是會一直爬一直爬啦 然後如果能夠 開到下一個傳說骰子的話 會再跟大家做一波介紹分享囉 那你們都打到哪裡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然後覺得我們這個陣容好像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們影片點個喜歡 來評論上是行動的設定 跟晚上的晚上的晚上 晚上的晚上的晚上 晚上的晚上的晚上 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那這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